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水蜜桃盛產的季節 在街上周圍都是不同地方出產的水蜜桃 沒理由不買水蜜桃回來做甜品 今天不如介紹大家做一個水蜜桃的瑞士卷 材料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瑞士卷的海綿蛋糕部分 有雞蛋、粟粉、牛奶、菜油、低筋麵粉和砂糖 第二部分就是餡料有水蜜桃和忌廉的 首先我們要預備一鍋熱水 其實不是煮雞蛋的 稍後要煮熱水的蒸氣 然後隔著熱水來打雞蛋 這樣就會令雞蛋更加鬆軟 我們首先把雞蛋打下去 五隻雞蛋 當然我們用電動的打蛋器 所以會方便很多 所以就不用太累了 我們首先把雞蛋打均勻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坐在熱水上面打 如果沒有什麼經驗的話 其實最好就插著溫度計 大約有個雞蛋 我們想雞蛋去到一個 五十五度左右的溫度 雞蛋開始起泡之後 我們就可以分批分階段 將果絲砂糖放下去 這位 personagem調味 以為淺水看到煮雞蛋 原來有三大糖 慢慢別到處都翻炒 記住如果溫度太高的話 它才 것도變成一臭水蛋 所以千萬不要過50度度 你看到現在的質感已經不同了 它已經變成了很多泡沫 好 怎麽為之搞定呢 就是現在了 你可以檢查一下 當它拉起它 一直這樣移動 你會看到 你打個八字 如果你看到八字在泡泡上面 那就可以了 當這個蛋的泡泡搞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暫時把它放在一旁 然後我們就要預備那個粉 那就由低筋麵粉和粟粉 我們首先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篩進去那個泡泡裡面 那一路篩的同時呢 我們就要把它用這個膠的刮刀 然後慢慢把它弄進去 那首先我們把它圓著邊 一邊摺進去 然後在中間切開它一邊摺 那每次就灑一點粉下去 那令到它最後那些粉 就不會起粉粒 還有不會令到那些泡泡消失了 那這樣就為之成功了 那麽快就差不多做完了 然後呢 我們還有奶和油 那我們就慢慢加進去 也是這樣把它攪拌均勻 這個時候呢 其實在大家不為意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焗爐 預熱了去到180度了 好 好了 焗到它差不多 你看到裡面的粉粒呢 就是你一路翻出來 都不是很見裡面有一些粒粒的麵粉 那就代表已經OK了 接著呢 就拿一個焗盤過來 在焗盤裡呢 我們就鋪一張牛油紙 其實我這個盤已經是防黏的了 但是為什麼都要再蓋牛油紙呢 是因為會令到它沒有那麼乾的 即是如果你那個盤是 直接把這個蛋糕倒下去 它就會好像煎到像一個Pancake一樣的樣子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泡泡倒下去了 那我們呢 就把這個蛋糕呢 就平均地鋪在焗盤上面 那你還可以這樣刮一下它 檢查一下究竟裡面還有沒有些 綿粉的殘餘的粒粒的 接著呢 我們可以燉一下它 將這些大的泡泡燉出來 接著呢 就放進焗爐 180度 我想焗12至15分鐘左右 就好了 之後呢 就不是偷懶啊 因為焗12至15分鐘而已 其實是很快過的而已 那我們就可以預備定那些水蜜桃的餡了 我們首先呢 我們先把它剝開皮 我們把水蜜桃剝開皮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切了它的粒粒出來 我們就可以切了它的粒粒出來 我們要出動另外一個儀器了 就是把這個桃打成果蓉 然後呢就是打忌廉的時間了 那忌廉怎樣才可以把它打得起和打得好呢 其實就是要雪得夠冷 這個忌廉呢 你喜歡的話呢 你可以加糖 但是如果你覺得那個桃已經夠甜了 那就不需要加糖 我自己呢 就不是很喜歡吃很甜的東西的 所以我就不加了 那個忌廉就搞定了 那怎樣才知道忌廉搞定呢 就是調轉它它不會掉進來 那就搞定了 好啊 這個時候呢 就真的是非常之隨意的時間了 那你可以將這些果蓉 然後加在忌廉裡面 攪拌均勻就可以 你可以將果蓉 一會兒就這樣塗進去 那個海綿蛋糕裡 也可以 可以不加下去 不如加一些下去 好像也挺好吃的 這樣會這樣 那怎樣可以防止 就是令到果蓉就非常之軟滑呢 就是將它過一個格 那你將它這樣壓下去 然後你將它壓下去 走出來的果蓉呢 就一定是最滑淨了 那果蓉都放在忌廉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攪拌均勻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看蛋糕了 那這個瑞士卷呢 我們已經焗好了 也都放涼了 那我們現在要怎樣做呢 就是鋪多一張螺油豉在上面 最好冷的才鋪上去 因為熱的時候 它會黏住你的忌廉油豉 然後翻轉它 我們捲就捲這面 因為那面的樣子比較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忌廉和果肉 然後把它放下去了 那你喜歡多些忌廉的就炒一點 喜歡少些忌廉的就薄一點 好 把大部分的肚子捲過來 即是放在這一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樣把它捲的時候 這個就是會對時捲的中間 那中間其實就有多些肚子 就是開心點的 然後這裡就是那個外圍 外圍如果太多果肉 就令它黏不起來 這樣就沒有掃的 好 接著我們就把它捲起來了 好 那我盡量把它捲緊一點 把它捲緊之後呢 那它就已經成為了一個瑞士卷了 那然後下一步呢 你就要把它放進冰箱裡冷 冷凍它 冷凍它 冷凍一點的忌廉 然後切點就可以吃了 把我的瑞士卷放在冰箱裡 冷凍兩個小時最少 冷凍一點的忌廉 我們就可以看看它現在是什麼樣子了 可以了 然後把牛油紙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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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它再威脆一點 你就可以把剛才剩下的水蒜忌廉 放在底 然後放一塊水蜜桃在上面 那這個水蜜桃瑞士卷就完成了 然後拿到水蜜桃子 讓它積在上面 然後拿到水晶未來 然後把牛油紙拆開 就在這裡 就別待了 畫上 它可以似乏 那 sky